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讲命令型和静止型的这个语法 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命令型和静止型的用法 首先每次每次讲这种变化 动词变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分一类动词 二类动词 三类动词来看一下 那首先一类动词的用法 一个一个看 一类动词mask型的最后 假名换成a段假名 对 我们再一个实际的看一下 比如 書きます进题 对吧 mask型 这个mask取调变成 kake kake ni shiwa ni shiwa ni shiwa 这个命令 快写 这是kake 这个k是罗马字是k和y的拼出来的 k和y y最后是a段 这就是a段的意思 kake 那么同样的意思 如果是nomimasu 喝 nomimasu把这个mask取调 这个mi变成nome nome就是你喝吧 你喝吧 这个me的拼是m和me的拼 e也是a段的 最后a段全是a段 这就是一类动词 kake nome 就是写 喝 的意思吧 命令 那第二类动词 mask型的最后假名换成ro的假名 很简单 demasu demasu的mask呢取调变成加个ro dero 出吧 出门吧 出去吧 demimasu 看变成 miro miro 你看快看 miro 命令 第三类 第三类是很简单 只有kimasu和shimasu kimasu和shimasu 你就背就行了 kimasu要变成koi koi 来 快来 shimasu要变成shiro 快做 快做 快干你的事情 k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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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toilet k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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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 kى kai kai koi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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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命令型不能变化的 你这个想变わかろう 什么是わかれ 是没有的 它不能变化 除了这也是不多的 它的种类不多 所以就把这三个 几个记住一下 剩下都可以变化 就注意一下就行了 那这个呢 当禁止型的变化 是很简单 我就简单在最后补充了一下 任何动词的禁止型 都是字典型或加上 比方说字典型 还记得吗 かきます字典是什么 就出面语 かく かく 就变成后面这个 那的意思 かくな 不要写 同时 飲みます 飲む 不要喝 飲むな 飲むな 出门 出去 变成出る 后面这个な 出るな 不要出去 台风一定不要出去 出るな 見ます 見る 見るな 見るな 来ます くるな しますする するな 比方說不要學習 勉強するな 主要是 它的簡體書面 以後面加個な 就是可以的 我只舉了幾個意思 我們需要在這裡 希望大家系統的學習一下 這有三四章 我做了一下如果不做這個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但是我不稍微 這樣子給大家輸入一下信息 有可能很多同學不看最後 教科書的最後一面有這麼一大的信息表 所以我哪怕抽出3到5分鐘的時間 也希望一起過一下 讓大家有大概的這個 感覺這個feeling sense 很重要在原則一起看一下 買臉 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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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收人家的红包 もらうな もらうな ならいます 学习 学一个知识 学一个语言 ならいます 能力 ならえ 你快 你不学不行了 ならうな 不要学 つかいます 是使用的 使用一个东西 快用吧 你这么现代社会了 你不用网络不行 つかえつかえ 不要用 つかうな つかうな 払います 教一个东西 付一个东西 払え 快教 不要教 払うな 都是同样的规律 働きます 是工作 我要工作 的动词 働け 工作吧 工作 快工作 働くな 不要工作 聞きます 是听 聞け 聞くな 听 不要听 書きます 都简单过一下 写 不要写 写 かけ 不要写 書くな 行きます 行け 行くな 去 不要去 好 这边也很简单的 游泳 泳ぎます 游吧 泳げ 不要游 泳ぐな かします 这注意哦 不是我自己 我借给你的这个方向 我借给你教 私はあなたに ほむをかします かします 我借给你说 かします かせ 你给他借吧 かせ かすな 别给他借 他不会给你还的 你借了 不会给你还 你就 かすな だします 提交 だします だせ 快交出来吧 不要交 だすな けします 把一个擦 或者消灭 对吧 消灭 擦掉 或者什么 かせ 化了化 快擦掉 かせ かすな 不要擦掉 はなします 说话 快说 はなせ 不要说 はなすな まちます 等待 待 待 等会 等会 待つな 这有很多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站起来的意思 第二个是时间的经过 过的 时间的意思 很多 我们在这里 假如说一个站起来 たて 快站起来 たつな 就别站起来 就坐下 保持现在的状态 遊びます 玩 遊べ 年轻者吗 你快玩去吧 玩去吧 遊べ 遊ぶな 考试期间 不要玩 遊ぶな 老师经常会说 呼びます 是叫 叫呼 称呼 叫你 把他叫过来 呼呗 呼ぶな 不要叫 不要叫 休みます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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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むな 不要休息 飲みます 飲め 飲むな 飲め 喝 不要喝 読みます 读 読め 読む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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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注意一下 读吧 不要读 好 还有一点 这个 帮ります 是回 帮れ 回吧 帮るな 不要回 送ります 送给你的东西 送 送 不要送 送 送るな 入ります 入れ 入るな 进入什么什么东西 入れ 进去 不要进去 売ります 卖 卖吧 卖吧 売れ 売るな 売るな 座ります 座れ 坐下 不要坐 座るな 作ります 是做一个东西 作れ 作れ 作るな 作るな 乗ります 乘坐 乗れ 乗るな 乗るな 入ります 入ります 跟这个一样的 这就不说了 入れ 入るな 好的 这个刚才是第一组的 这第二组 只有这一页 记住一下就行了 这红色是例外的 比方说 食べます 食べる 吃饭 我就不说了 这个简单大家知道 命令就是吃 不要吃就是 禁止 教授就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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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けます 打电话 或者是加紧乘住的 掌 掛けます 掛けろ 打电话吧 不要打 掛けるな 開けます 开门 開けろ 開けるな 見ます 这个注意一下 見ます 是让你看 让我看一下 見了 見了 魅せるな 不要让我看 魅せるな 承换 这个动词 乗り替えます 乗り替えます 乗り替えろ 乗り替えるな 乗り替えるな 止めます 止めろ 止めるな 停止一下 停止一下 好 置きます 这是另外看 置きます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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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不要起来 浴びます 洗澡 浴びます 浴びろ 浴びるな 来 不要来 します 就刚才一起说的 是吧 します しろ するな 快做吧 不要做 那比方说します 可以搭配的就是 勉強します 勉強します 勉強しろ 勉強するな 勉強するな 或者买东西 買物します 買物しろ 买的东西 買物するな 或者可以吃饭 食事します 食事しろ 食事するな 好 这个非常比较长 但是主要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规律 简单过一遍就可以了 有些同学如果想学多或者想反复看 那也可以反复过几遍 然后做一下笔记也是很好的作用 好的 我们继续看一下 假如刚才这是规律看了一下 现在看一下语法 简单语法 命令型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强行要对方做某个动作使用 要强烈 快做吧 就这种时候的用法 禁止型很简单 就是命令型的否定 对不要做某个动作 你不要做 不要做 不要做 那这两种形式都带有强烈的语气 非常语气强烈 快做吧 不要做 一般不要乱用 不要乱用 不要随便用 会伤人有的时候 那口头上呢 一般爱说这种话的都是男生比较多一些 女生呢 有可能在漫画动漫连续剧里会看到 但是一般现实的情景还是男生说的多一点 嗯 命令型禁止型在单独或剧末用时有一下情况 我们一起看一下啊 有一下的情况 那情况什么呢 第一 地位和年龄上者的男性对下者的男性 年龄的大的人对年龄年轻的人会说这句话 嗯 或者父亲父母呢 对孩子 父亲对孩子使用 比方说你快睡觉吧 或是上司会对アクルernā 有人說遅れるな 不要遲到明天有開會 第二個說法 男性的朋友之間為了緩和語氣去某中 有時候會加上數字又 比方说你明天来我的家里吧 如果说的koi的时候就是你明天来我家里 这很强烈的语气 但是如果加个yo呢 就是缓和语气了 有的人通过听过这个ne 日语的什么什么ne 这个ne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这个命令词的之后 为了缓和语气的 它的这个是要加yo 所以一起来一下 明天你来我家里吧 中文这种感觉 明天你来我家里 这个有的人上次担心这个员工 喝酒喝的太多 你不要喝了那么多 amari no mu na 如果人家强烈的反对 或者人家生气了 有的时候他就会说amari no mu na 就是这样子 amari no mu na 但是人家担心你的时候 就是一个词加进你和是不加 它的语气完全不同 记住大家 后面如果加的yo 你就对朋友之间是可以说这种话的 amari no mu na yo 不要喝的太多哦 就这种 非常亲切 一下就感觉像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朋友 哥们的感觉出现了 好第三个当然是这个也要必要说一下的 就是在工厂共同作业时 主要是火灾啊灾难地震等紧急情况下 你都没有时间说很长的句子 是吧 不要干什么什么 你肯定要考虑到对方谈话 你要说很短的句子 让组织对方的做的行事的时候 就要用这个命令型了 但是这个也是一般是年龄往往只限于地位和年龄上者的男性使用 年龄比你大的人给你说的 比方说 快走快跑 逃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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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ete和yamelo有什么区别啊 好好想一下yamete更加亲切一点 yamete的他的te是圆形 很多男生有可能知道yamete的意思 但是很多男生不知道yamete 它是本来不是这样的yameteください 它是yameteください是全形 就是不要做这个事情 那么yam 它是te的一个形式动词变化 这个te一般来说 跟yamelo和yamete比yamelo更加强烈一点 yamete更加有点那种 浇气有的时候甚至 所以呢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yamelo的时候是更加强烈 男生用的多一点 yamete呢 男生我好像没听过男生说yamete 男生yamelo 对 是有区别的啊 好那继续看 elevatorを使うな elevator电梯不要用电梯 使うな 使うな 不要用电梯 进机的时候 好第四看一下 团体训练学校或俱乐部的体育活动 很简单是吧 就发出号令式 比方说你休息一下 yasume 军训中国的军训也是这样子的 yasume yasume la 不要休息 继续跑步 yasume la 好然后第五个 运动竞赛观战为运动员加油 加油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命令式啊 这时候这时呢 女性也可以用啊 经常日本的女性 因为女生在日本受欢迎的都是棒球 在中国受欢迎篮球有可能 女性都对男生有加油啊 就是日语的时候就有可能大家看过 がんばれがんばれがんばれきゃがんばれ 啊这种做法 啊不要放弃啊战胜自己啊 負けるな不要失败 負けるな 的效果或重视用 简洁时 呃 标志 交通的标志 不要停止啊 停止 停下 停下的意思 止まれ 止まれ 不要进入 不要进到这里 入na 入na 这是以下的简单的 我总结了一下这个用法 那么注意的一点也需要说一下 命令形式中也有 动词禁题叫なさい的这个命令的方式 比方说 します 把masu取掉变成 しなさい しなさい 也是一个命令词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学习 勉強しなさい 学习吧 食べなさい 吃饭吧 掃除しなさい 也打扫一下吧 也是命令词 有什么区别呢 比方说 这是父母对孩子 或者教室对学生等使用的表达方式 这是跟刚才的这个命令形式一样的意思 那语气方面跟刚才的 やめろ 比方说やめろ やめなさい 可以变成やめます 对吧 やめます ます去掉就是 やめなさい やめなさい和やめろ有区别吗 有 语气这个更加亲切一点 好 所以女性用它替代命令形使用 女性就不用やめろ 是吧 女性会用什么 やめなさい やめなさい 更加紧急的时候是 或者 やめて やめて 它排列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やめろ 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 就紧急的 那么 やめてください 这还是比较有礼貌的说法 中间的就是 やめなさい やめてください やめて 到中间 やめなさい やめなさい 就比较高了 最高的就是 やめろ やめろ 这个程序 一定大家记住 嗯 但やめてください 把ください 取掉之后 也是比较紧急的 やめて OK 是这个意思 大家一定理解 OK 好 然后呢 但是同样的意思 不能用于长辈或上级 一定是上面给下边说的 好的 我们现在实际练习一下啊 这个图片一起看一下 好 首先呢 首先这个 这个强盗 说要钱 好 你把钱拿出来 怎么说呢 一起考虑一下啊 钱 お金 お金を出します 金を出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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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举起你的手 怎么说 手を 手を上げ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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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そこに そこに座りますよ 变成 座れ そこに座れ そこに座れ 好 这个人啊 让车停一下 怎么说呢 怎么说 止ま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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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好 我们否定的这个 禁止性看一下 简单啊 不要扔球 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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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树上 きにのぼるな 注意这个柱子に に是指一个地点 这个墙里有一个 它的一个范围 范围很细的 针对性的就是柱子に 地点的 不要针对性的 爬这个树 きにのぼるな 好 这个罐头叫 かん かんを捨てるな 不要扔这个罐头 かんを捨てるな 好的 以上是第二个部分 命令型和静止型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